《派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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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永春比二年老板娘 我叫李红颜 今天14亿岁的 做餐已经要10多年了 在帮帮别个关子里帮帮帮 自己开农家将近2年多 因为我们湖泊长阳土家族 《派鸽子》是我们的第一大菜 在我们农村 每逢哪个年纪都会 年轻周围的青春好友 做的牛舌 在一起聚餐就叫《派鸽子》 配上我们土家族的雪红色 特有的包裹烧 大片吃肉大王河地外 在一起共享雪 是我们土家族的最高利益 《派鸽子》 是我们土家族的第一大特色菜 作为本地人都要把它做好 从我及时的喜好时候去吧 就再开始做吧 我们整个字 所用的食材就是 首先是新鲜的土猪肉 新鲜的五花肉 在排骨 农村未养的那个土猪肉 鲜杀的土猪肉 然后抓出来的口感就是会更好 首先要把它在锅里面 把那个毛弄一下 散发出它的香味 确成那个砍成块块的 然后确成片状 各种调料 豆瓣酱 酱 酱 白酒 酱油 辣椒面 花椒面 适量的来点生抽 西瓜椒 再配上我们土家族的炸瓜椒 再放在那里面的味道就会更好 再一起搅拌 会跟着自己的口味 有的喜欢吃辣的 就可以多放点辣椒 如果不喜欢吃辣的 就可以稍微弄点偏淡的 然后腌制个二十分钟左右 比辣的 不错 就是有的加盐 如果加汗淡 那个口感就差一点 要有汗淡要适中 隔子底下 用甜辣瓜 再根据自己的口味 有的喜欢加土豆 或者是萝卜丝在里面 萝卜是蛮油腻 它可以去掉那个乳片的油腻 这样吃起来的话 还有那个辣瓜的香甜 口感会更好 上隔开始蒸大 我们那边蒸蒸肉 都是用柴火造成的 先把锅里的水烧开了以后 再放入隔子 因为鸟的话 它就快些 全程都消大火 大约整个小时左右 直到看去 锅里出油就运输的 然后撒上葱花 台上做就可以起了 这样的蒸肉 板地有一瓶缓慢 它起起来 非而不离 南瓜软弱香甜 口感那是相当好 以前我们做餐饭的话 基本上都是快要到年底 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 台鸽子 那个时候条件也不是蛮好 反正平常也难得吃入外 现在生活条件好的 生活水平也高的 就是说随随随的 只要想吃台鸽子 随随随的都可以乱来吃 因为现在国家政策蛮好 对我们开农家 有一定的不足 这就是可以带动周围的 人家可以修业 这就是说当地的小菜 我也可以不想上去去买菜 就在农户里买 又新鲜嘛 以前这个路都单车道 现在都变成双车道的 进出也比较方便 公交车也开通了 春期吧 外地里有什么旅游 春节也来去 因为我们主要是 主打的是全部都是柴火造嘛 然后猪米啊炒菜啊 再是猪肉 全部都是柴火造的 因为他那样做出来的饭会更香嘛 每天声音还是比较好 每天反正最多量也不多 一般的最多接食物做客人吧 平常都喜欢吃这个菜 一般到了夏年的时候 三年度的时候 一般的都是点一个太多 现在不同的时代就是说 我们可以根据客人的要求 格子有几种信号的 比如说有的客人需要顶大座的 客人多的话顶大座 我们就整大个子 有的可能说 怕大个吃饭的话 就会有小型的那种格子 有几个信号的 大家可以就是说都自行选择吧 新的一年里啊 我希望我家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我也把那个太个子 这种传统手艺不能丢 希望也做也好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像我们图家太个子一样 真正而上幸福美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